由新聞局委託研究機構進行 調查市民對修改出版法 同時聽廣播法的意見 早前研究機構隨機抽養 2000名市民進行問卷調查 再隨機抽出大約300人 參加商議日公眾組 參加席會就兩國法律 進行小組討論和大組專家問答 在問答環節 有市民表達對修法的憂慮 基本上在過去20年 我們就算沒有通知 沒有委會成立了 其實澳門的傳播門界 都可能發生很大件事 表達了或者表示了一種懷疑 或者是信任的態度 為甚麼政府要做 是應該著重眼 著重本身內在條文方面 表明是最後的證明 都投入市民 我自己過來的資源意見的話 目前出版法和市民 網上都很難留論 是完全沒有一些有關的網絡問題的意見 商議式民調的目的是 被參加者在足夠資訊的情況下 表達對議題的意見 調查完成之後 有參加者說更加了解議題 但是亦都有人 並不完全清楚 收法證犯雙方的理據 如果是零分 是甚麼都不知道 十分是知道很多東西 你會覺得這個活動 之後你會給自己多少分 給他六、七分 應該多了七分 業界為甚麼又跟政府有不同的看法呢 他們有沒有跟他們解釋到 不太記得了 商議式民調也設有專業組 有大約30位新聞從業員出席 名單是由研究機構收集 再以抽樣方式選出 澳門電視台記者 新萬熙報導 新的致電視台記者 寫得了 市場 我們